剛剛老師就已經選好了這個布景主題之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 剛剛也有遊覽過 那老師會第一個會發現就是說 點到它 好我要改 你要打中文 打不進去對不對 因為它預設的這個布景主題 它並不是中文的 那你看我直接打中文有沒有 不OK嗎 所以您可以到這邊來 Customize 自訂一下 好找到右手邊 最簡單的方式就直接用右手邊按下中文 那當然其實你用字文也可以喔 你看我用字文的 反正裡面也有中文嘛 有沒有變中文 而且那個字是出題 如果你是直接點中文 我們的字是戲名題 有沒有不一樣 但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 你選字文還是有些字會缺啦 畢竟它沒有完整的中文的那個字嘛 所以你如果要比較保險一點的 就是還是用中文 那你用了這個之後 其實不只是字推打 也有 老師應該有發現 它連那個色系是不是都改變了 對不對齁 那這裡呢 如果老師你堅持一定要用它原來的 你可以這個reverse把它還原 有沒有復原 對不對 你可以發現其實剛剛套用之後 這個地方字的顏色這個外面字都改了 好 那所以呢 有兩種方式 一個呢 就是說如果你不要這樣的話 其實要去編 它有個進階 這裡有個進階 有個進階 這個可能對老師 我不知道有沒有用網頁 教網頁設計這一塊 有嗎 可能有的老師有 有的沒有對不對齁 那因為這一塊 其實它可以直接進到裡面 把那個中文的語系 就直接打在這邊就好 就那個字體啦 字體 只是因為它是什麼 它是那個 你看齁 我先套用中文給你看 套用中文的 然後按這裡有個進階 好 這裡有個編輯器 你看中文 有沒有覺得這個看起來很像中文 蛤 Dynaphone的Squimmin 細明嗎 哈哈哈 這樣也好齁 所以你就把這個摳起來 就 跟剛剛那個 假設你就是要那個樣式 我就喜歡它 可是又不能打中文 你就把這個摳過去就好 這是 比較 等於說 要一點點小技巧的 那如果您覺得這樣比較麻煩 您就是直接套用中文 也沒關係啦 好 也是一個方式齁 好 那您進來之後呢 剛剛點到這邊 你看點到這裡 直接編輯文字 它的文字其實我想 主要 我們一般 在簡報裡面 大致上就分成三種規格而已 大標 次標 跟什麼 內文 大標次標跟內文 主要就這三個 那您可以從這邊 也可以由這裡去決定 這個字的大條 好 這個大家 比如說我的標籤我想要再大一點 它就 這個 有沒有再變大一點 對不對 所以這樣也是可以的 那其他這個 比較 這我就不用講太多 這大家都會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 那剛剛老師第二個問題就是 用 波瓣 就是新注音 打注音的時候 也許這邊 弄不出來 對不對 那就 如果遇到這個情形 你就是 把您的獲得 然後的文字 記事本打開 打完再填上去 那我剛剛有提過 問我什麼 有什麼 就沒有這個問題 好 OK 那 這個好了之後我們來看 好 我就往下一個編輯囉 好 進來 有沒有 你可以這樣進來 那麼 你看這邊就有大標跟小標 好 我們來看看 這裡 如果你想要插入圖片 或者甚至你看我們畫面裡面 應該說微覽啦 一個那個什麼 叫做美工圖庫對不對 它也有的 你可以到這邊 直接從這裡 找一個 它 裡面呢 就有一些 小的那個圖示可以找 OK 那你可以看到它有幾個類別 那如果以這個設計來講 可能可以用這個 或比較Cute啦 或者是這個 都可以 好 你就看你要哪一個 比如說我要這個 我就點一下 把它 撥移到這裡面來 有沒有 這是進來的 那麼 您進來之後 這邊 反正它這個都具備好了 都具備好了 旁邊 這個應該很像嘛 好 大小啦 那如果萬一要裁切 就直接了 那它現在呢 有一個功能就是 Ferrate就是加到我的最愛 如果這個圖你常用 你可以加到我的最愛 下次就直接 找 就不用在那邊裡面找那麼多 好 這是第一個 那如果呢 你的是來自於什麼 圖片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喔 你看 從這邊 圖片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直接來自網路上的 另外一種就是自己上傳上去的 好 自己上傳上去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 它很聰明 它 在下面這邊 會跟你講 你最近用過哪些圖 直接就丟進來 如果剛好你要重複用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它最近的新功能 那麼您看到這裡 有沒有 它這裡可以從Google找 也可以找這邊 好 所有的sauce 都可以 那如果說你想要找 比如說我們 好 好 我就直接找 它就把Google的面子 這邊弄出來了 你看 假設你要這一張 你就 一樣 丟進來就好 你不用再開瀏覽器 這是它的優點 不小心喔 你看 欸老師有沒有 我可不可以偷問一下 老師有沒有在網路上 查過你自己的知名度 這個應該要的 不是要問你多有名 而是要問你的個資被公布多少 哈哈 搞不好 像照片的對不對 或者是 比如說你家裡的照片啊 還是說你的聯絡電話 甚至附加地址啊 身分證照 搞不好有人被公布在上面的喔 所以要 有空要查一下自己的知名度喔 好 然後大小 你也可以從這邊挑 有沒有 甚至我可以做裁切喔 那 它其實現在呢 還有一個功能喔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什麼 增加 所謂的 圖片的特效 也就是說 你可以 不用其他軟鈕 在上面就直接 有一些效果 一般的比較常用 其實是這個啦 就是幫他加一個框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照片這樣比較不好看 你看我們在 微軟的那個Power裡面 可不可以加那個邊框 邊框的顏色啦 寬度啦 對不對 那這裡也有一部分 所以我選了之後呢 按一下應用 就可以把它存起來 它待我這個旁邊 就會有一個邊框 就有一個邊框 這樣你了解了齁 所以你看 會不會很難 沒有齁 很簡單 那另外呢 如果說您的內容 可能是來自於YouTube的影片 那就更快了 因為你只要給他網址就好啦 所以我們來找一段 所以我們來找一段 好 可以 這個是什麼 假設這一個好了齁 好 我就來這個分享這邊 先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拿到這邊 就這樣 有沒有進來了 對不對 你就看你要放在哪裡 那麼 這個呢 不管你放在哪邊多大 我們先prevent了一下 給各位老師 稍微了解一下齁 好 你進到這邊來 你看我就下一頁 好 如果你要播放它 它會自動站出來 這樣了解齁 所以其實你弄得很小 也沒有關係啦 那等到呢 你這個看完了 你就再點一下旁邊 或者是按下一個 它就收回來 好 所以這個是它 就是在蠻自動的 它就自動幫你把它放到最大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看了幾個 一個是什麼 怎麼樣修改那個中文的 對不對 好 那再來就是插入圖片啊 自己的圖片 或者是它內建的這個所謂的圖庫 還有這個YouTube 那如果你有加到我的最愛的 就是在這邊 我的內容 有沒有 我的最愛 你就可以從這邊找 那麼其實它甚至現在還可以怎樣 當你以後你有其他的那個簡報的時候 老師有沒有一個經驗 有些時候我的簡報 我現在做一個新的 可是我可能要從舊的裡面 再摳一些東西過來 那你就可以從這裡回去怎麼樣 回去找 這樣您清楚了齁 所以它把它放在雲端上 其實也有它的好處啦 我就可以隨時 支援之間互相共享 好 那我就把它還給老師囉 我覺得 我們可以幫助 嗎 我們可以幫助我嗎